我爸跟我说 你要是以后 写书什么的 你就可以把这个当自己的笔名 就叫牧名 就是他给我起的名字 读万卷书不是习惯的一个 但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就是 知行嘛对吧 这是一段旅程 所以也算是 跟书可能有点关系 所以我就觉得用上这个名字 我觉得还挺高兴的 游厘的游 游厘的游 咱们是游山玩水啊 有一些旅程的经历 我觉得是这个 重在行 我觉得 变成的转发 一个另外的角度 相信 黑色 其实也是 要是 数字 吗 作词 还挺是 我自己给我 大概讲了这边唱片吗 那边是玩具 然后这边会黑胶 然后和家具 家具就是这些 可见的都是在售的吗 好多都卖了 但所有的东西都是卖的 因为基本上其他类型都有的 本身那边就偏玩具和玩具 最喜欢的新球就是图形 因为有环 中网 还得带 多少钱这个方向盘 这两个一块一块方向盘是 方向盘都是带身体质品的编号 是这厂 车还得是力标 我得拿一个反处 看一看 请勿触摸不敢碰 你这么沉 我从来没买过单独的方向盘 对 然后这一块是掌实的 是哪个用的 跟现在 我喇叭是这样的 对 现在那种就是红旗 嗯 L5的那个 蛮喜欢三四十年代那些 漫画插图广告的 看着人们很有食欲 有张油画我挺喜欢的 是日出 比较喜欢油画 唱片 这个店的小哥他说 他听电影原声比较多 他很难够推荐唱片 所以也没有买到什么特别喜欢的 买了一两张两三张吧 还买了一杯子 这些现在也先整一来看 我们周边整起 我们周边整起 你剪一下楼 不是 看你的好朋友 今天是粉色的一天 还比较ice 但没有很cream 比较ice 没那么cream 在大掌和那旁边就有一个 有一颗叛逆的香蜥蜥蜴 那五块啊 五块五块全部五块 这边也还没什么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看了帐啊 大哥 遇到抢活了 三百块钱四十张 内卷了 他在帮我一张一张回忆 比起想中的好玩多了 以为就是非常无聊地做过几个小时 让我能看见所有风景 白拍两代的结束 但真的不是 不是纯白拍了 这白拍让我自己都觉得没有那么的白拍 也真的是很厉害的事情 不只是我很喜欢这曲 整个的风格也是我很喜欢的人物的风格 真的就是 一种那种行者的感觉 我本人其实基本没有旅过游的 就是从十三四年开始 去的每一个外地都是因为工作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每一个都是 没有说是我要去那个地方去旅游 没有 所以觉得 去外面 多看看多走走 还是很重要的 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是两个小挑战 第一个是 等一下 好 像 第一趴是有两个小挑战 其他还有什么 需要确认 可以发了吗 可以 7点 可以加个照片 拍个啥呢 拍个眼睛 可以 谢谢 然后呢 翻哪里啊 是这样刷吗 刷碎心 那我给你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帮你做做光 这样吗 2点1往里面 你被20岁的 20岁的期许是什么 安静 拜拜 太凶了 20岁不一样吗 说走就走了 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22号明天是23号 这个隔了大概就24小时 不到一天 没有人会什么一夜成长 或者什么 除非此刻突然 一个陨石掉到我右边 我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同时来举例子 就会以陨石来举例子 没有这样的 你很难真的一夜发生什么 都是潜移文化一点点变化 包括 就我不幸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在过完生日的那一刻 觉得啊 我是20岁的人了 不一样 你肯定是在一段段时间 包括你可能 刚在20岁的23号当天 你都还觉得 我是不是还是19岁 哦不对 我已经20岁 都会有这样的时候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要开始下一季了 期待吗 我挺期待的 你期待吗 我们开始吧 这是什么事啊师傅 这是什么事啊 露屏吧 这次走出了 为什么要踏眼前 我挺想那里 有一点 我的世界 是什么事情 是我